大家好,最近有很多花友私信给我说我的贺望奶奶到底是怎么养的,能够养得这么好 其实贺望奶奶养护呢,我们主要做好这几个要点就可以了 首先最关键的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,那就是做好配图 贺望奶奶的配图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比较简单 我用的主要是离碳加核杀再加上松树皮 大概是按照2比1比1的比例来配置 因为这个贺望奶呢,它是洗栓性土壤,再加上它是肉质根 所以要求土壤呢,一定要疏松透气又是栓性,而离碳松树皮就是栓性的 这个土壤的配置啊,透气泥水性也非常的好 就可以让它的根系啊,长得更旺 第二点是追肥 那么在它的生长期,对比是营养生长期 我一般都是给它用上这个芝麻饼肥 芝麻饼肥呢,我基本上都是盆土边缘给它埋上大概20粒左右 那么如果盆再大一点,可能要给它埋30粒左右 平时也可以拿来这个芝麻饼肥来制作肥水,给它灌根也可以 等到它也开始进入花芽分化器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它蒸湿,离甲肥 我一般是用离生花青甲叶面喷湿 第三步就是胶水 后来是肉质根,胶水一定不能频繁,以免积水烂根 胶水一般采用干透焦透的胶水方法就可以了 第四步就是多给光 赫瓦南是特别洗光的 只要叶片不被晒伤,我们尽可能的多给光照 光照越充足,它不仅长得越旺,还更容易开花 掌握好这几步,赫瓦南的养花就简单了 好啦,本期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